比如說有些東西曾經記得 但是呢就忘了又怎麼做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嘛 你把它點擊開來 那我講過 我在每個範例檔旁邊都有一個 就是一個範例檔之外 旁邊有個程式碼 程式碼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彈開來 彈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呢 大部分都會幫各位做一些整理啦 我想盡量 因為只要上課 同學有問到的話 那我就盡量整理 當然不敢說盡善盡美啦 不過應該也夠用了 比如說加匡線實現的 其實就這一本一行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就把這一行有沒有 拿來參考就可以了 那至於說要修改什麼地方 你至少你要懂得修改吧 你不要連修改的能力都沒有 那當然就後面你就沒辦法去應用了 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這個範圍 那範圍當然你可以是一個儲存格 或者是一個範圍 那如果說那個13列不固定的話 你這個13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看是哪一列 它也可以把那一個範圍幫你把它框起來 我想這樣子應該基本上 就可以做出實現 可以加紅色 可以加粗細 大概基本上這樣的框線應用 就足夠在一般性我想就夠啦 那大概如果你要有特殊的應用啊 比如說那個框線要什麼要奇奇怪怪的變化 我想可能你自己再去研究一下啦 那怎麼研究 其實錄劇集就可以有答案了啦 其實基本上有些東西 劇集裡面錄下來就可以稍微參考 那只是說呢 通常錄製劇集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color有沒有 color後面呢它會給一個數字 也許那個數字可能是負多少 那當然你那個 你不見得一定要用那個數字 你可以用RGB來取代 實際上RGB這個函數呢 就是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數字 一個那個數字的話就對應到 一個顏色的號碼編號啦 那其他大概就講 那另外boulder 我講過就是說你也可以按F1 按F1之後呢它會跳出說明 然後呢裡面也會有個參數表 你點進去都可以查得到答案的 所以也不太需要去特別實際啦 那不過我比較擔心就是說 在2010以後的版本 2013它那個RGB它跳出來的 可能是英文的 甚至它直接跳到那個什麼 跳到網頁去 而且是英文的網頁啦 因為我前一陣用那個2013 我發現有這個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那當然如果你至少 舊的版本是不會有問題 那新的版本我不知道它之後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除了這個宴會排桌之外 同學有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它可能對那個 欸什麼 就是說抽號碼 比如說你今天你要 動態去做一個什麼抽獎遊戲 或者是說 像那個樂透 我是這邊有一個範例是在進階的 相對的 因為會放進階是因為 它難度相對會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大樂透開獎 我把它切成清單好了 大樂透這個 開獎程式 那基本上呢 能夠做出什麼效果呢 特別注意 它是一個壓縮檔 為什麼 因為這個壓縮檔 請各位自己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我將來會需要有42顆彩球 所以我把彩球的那個圖呢 也通通幫各位 把它那個 我把它解出來 解壓縮 那解出來 我剛剛好像已經解出來 解出來的話 這邊就有1到42顆球的圖啦 那因為如果你自己要去網路上找這個球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也乾脆幫你把它放下來 另外旁邊有一個檔案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需要的程式其實都在旁邊 很簡單啦 你就直接把它Copy貼過去 如果沒有按鈕 你就自己加個按鈕 按下去就有了 至於效果做出來像什麼樣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主要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在Excel裡面的版本 一個是表單的版本 就兩個版本 那它需要做出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大樂透 它是在1到49號裡面 亂數產生7個號碼 就是1到6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總共會需要有7個號碼 而且這7個號碼呢 不能重複 不能重複 所以呢第一個 你要如何在VBA裡面 亂數產生1到49 這個有沒有講過 亂數產生 沒有 OK 裡面的話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RND RND函數 這個RND函數的話呢 它會亂數幫我產生0到1之間的亂數 它會等於0 它會等於0 會小於1 也就是最大是0.999999 一直9下去就對了 就是說它會接近1 但是不會等於1 的亂數 那你要如何利用這個亂數 就是如果它是重複的 就是其中兩個號碼重複 那你要再重新再產生一下 就是你不能有重複的號碼就對了 你要必須重新再跑一下亂數 再產生 再check一下 看看有沒有亂數 有沒有重複 如果沒有重複那就OK 如果有重複再產生一次 所以這邊可能會需要了解幾個點 第一個 如何亂數產生1到49 第一個 這個如何檢查有沒有重複的號碼 OK 如果有重複的號碼怎麼辦呢 你要回到前面去 繼續產生一次 直到沒有重複為止 大概是這樣 然後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裡面是空的 那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按一下之後 它就會完成我要的這個動作 按給各位看 有沒有 這裡面的話呢 一定不會有 有沒有重複 有重複對不對 三數三數 所以這個按鈕 基本上只有做第一個 產生亂數 但是沒有避開什麼 避開重複的 那如果要避開重複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我在雲端裡面 看一下我記得有把它做一個修改 這個才是沒有重複的 如果要產生1到49 其實就這麼三行就搞定了 那如果你要檢查重複 反而比較麻煩 然後這邊有一個標籤 然後這邊有一個標籤 這個叫go to 有沒有 go to re r e r n d 這個是我自己給的一個標籤名稱 他這個叙數 就是去check一下 如果有重複的話呢 那就幫我回到這個標籤的位置 繼續再跑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是檢查有沒有重複 有重複 那就再重新重新產生 再檢查 直到沒有為止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我原來我看一下 我原來寫這個 應該是有重複的 那我這個程式應該只有寫 寫到這裡 產生檢查 35特別好 還是我這個 是不是檢查的範 這個應該檢查的範圍錯了 應該是這個才對 因為是1到2到8才對 不是1到7 所以把這個check蓋過去 可能是原來 我這邊上面沒有標題欄 所以是1到7 但是有多一個標題欄的話 那應該是2到8才對 然後把它重新再 這樣應該就不會 不會重複了 理論上你怎麼按 他都不會重複 所以這裡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總共呢 會有兩段程式 最重要的 這兩段 第一個就是 如何動態的 幫我產生7個號碼 那這裡的話 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我要產生到哪一欄 哪一列 產生到第二列到第八列 的B欄 所以你可以回圈範圍 就是2到8 應該沒問題 那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B欄 這個應該也沒問題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這個怎麼寫出來的 基本上你可以先打一個RND 那我的推理是RND 小瓜糊 這個就是我的亂數 那如果你乘上多少 假如說你乘上49 那它應該會產生多少 最小應該是多少 因為它最小是0 所以它會產生0到多少 0到48.99999 對 那我們如果把它怎麼樣 外面加一個RND 刮幅起來 會怎麼樣 因為它是0到48.99 RND就是把小數點 無條件取消 對不對 所以變成0到48 那如果你把它怎麼樣 再加1呢 那就變1到49了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產生某個範圍的亂數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會先 多少乘多少 再把它的小數點去掉 再去加你的起始值 應該懂那個意思嗎 後面這個是起始值 加1為什麼 因為它起始值0 如果你加了1 它就從1開始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段數產生 這種方式 就是 在那個以前的VB 或者VB搭配著的用法 是差不多一樣的 觀念也是一模一樣的 即便在Java 或者其他語言 觀念也差不多 一定會有個亂數 一個亂數的函數 OK 那所以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現在這樣輸出 它有可能怎麼樣 會有亂數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說我把這邊 註解掉 那這個也把它註解掉 你這樣子執行它的話 理論上 現在是沒有重複了 如果你多按個幾次 有沒有3737就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亂數產生 很有可能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亂數 沒有重置或者很接近的值 它就會容易產生一些 重複的詞出來 那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接著去檢查 那這個檢查邏輯 方法非常多 你網路上隨便去找一下 而且這裡面這一題 最難的部分就是 如何去找出沒有重複的值 那我這個怎麼做的 我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實在是有點複雜 但是我盡量把它簡單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I這個值 實際上就是抓這個 那怎麼比呢 可以比到沒有重複 就是先拿它 去跟它底下的比 再拿它 再跟它底下的比 再拿它 跟底下的比 反正一直往下比就對了 這樣比完之後 比到這裡 一定不會重複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那可是問題 你要把這個邏輯寫成回圈 該怎麼寫 把剛剛的邏輯 上面 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抓的這個圈圈這個值 值就是I For I 等於第二個 其實理論上應該不用到八 不過我是全部寫 就是把每一個都抓出來 然後追的話呢 就是跟底下的東西比 那底下的是什麼 追 I 等於什麼 不是跟這樣 追等於I加1 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 所以加了1之後 就下面這個 加了1之後再向下 加了1再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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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到沒有為止 OK 那所以 比的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 這個什麼呢 Sales 那個 Sales的 I列的 B欄裡面的值 等於 G欄裡面的值的話 也就是你往下比 往下比 欸 如果有相同的話 怎麼辦 這個時候 你要重新再產生一個RUN 可是如果你把 程式這個東西 寫在這裡面的話 那如果還在重複呢 那你不是還要再比 那不就一直往 那這永遠沒寫完那一天 所以後來想到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讓程式怎麼樣 可以回頭 程式如何可以回頭呢 你想說程式不是一直循序的 線性的往下跑嗎 不 在VBA裡面 如果你希望讓程式回頭的話 你只要用一個敘述 叫做Go to Go to 意思就是說 你要跑到我們程式的哪個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位置部分呢 這邊有個所謂的標籤 這個 後面這個地方給它一個標籤 上面給它一個冒號 有沒有標籤加一個冒號 它就知道說 當我相同的時候 我程式就跑回到這個位置 的下面 其實應該跑到是 跑到這裡才對 它只是標籤在這裡 那就什麼 重新再產生一下 重新再Check一下 如果還有重複 那再回來 如果沒有重複呢 那就輸出 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個是屬於進階的 那這樣講 我也想你應該聽得懂 可是你要真的把它實做出來 恐怕沒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我也想很久 才 不過還好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不算太複雜的東西 反正你想得到的應該都寫得出來 好 第一個就是 在Excel裡面 出現這一個開獎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這邊開獎 感覺好像 怎麼講 沒有那麼有專業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 本來我是在VB VB.NET裡面寫了一個表單 因為VB.NET本身它就是一個表單 然後裡面要放幾顆球 當你按下某個按鈕 它那個球會change 會變換 而不是用號碼顯示 所以這裡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一下啟動表單 它可以跳出那個球 把球載入進來 那問題來了 你亂數產生之後 如果沒有重複了 OK 然後你要把球載入 這裡的話會需要用一個物件 叫做image 叫image的一個元件 不過我這邊 把它重新啟動一下 莫名其妙又 當掉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啟動表單一下 Low picture 37 好 那我知道了 因為我這邊 是回復的檔 所以位置不是在那個位置底下 如果說將來 你要能夠正確的話 記得 是一定要開這個檔才對 因為你 它那個幫我回復那個檔 它應該是放在那個什麼 很裡面 它那個檔應該是 放在那個 可能它恢復的預設檔 我把它關閉起來一下 我把它重開一下 那不然一定會產生錯誤 把它開起來 這邊有個啟動表單 這個時候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的程式是寫在哪裡 就是我當我開啟的時候 我的圖檔一定要放旁邊 就是說呢 它們是放在同一個路徑底下的 OK 所以 按開講的話 這個球會變動 那球怎麼變動 基本上就這樣 當我按下它 它如何去low這些球 那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你可能要去做一個什麼 表單 那做這個表單 其實也不是太複雜 但是需要去 我們好像前面有做過表單 簡單的表單 那我說明一下 這個表單第一個 你就是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第二的話呢 把這個表單的名稱 我叫loto 就是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然後呢 它的caption 改成叫做大樂透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caption 就是它的那個左上角的名稱 叫做大樂透開講程式 然後呢 並且 往下看 我放的這個叫 開講順序 這個是什麼 一個label 大a 它只是一個標籤 它只是讓你知道說 底下是開講順序 另外的話 有一個 其實這個做完之後 複製都過來 把裡面的名稱改一下 叫特別號 中間這個地方 總共會有幾 就是幾顆球 那會牽涉到一個問題說 我要如何在表單裡面 把圖檔顯示出來 這裡的話 就必須使用一個元件 就工具箱裡面的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喔 在倒數第二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叫image的東西 image 你就把它拖拉過來 拉一個大小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之後 大小複製第二個 這個image1 image2 3 4 5 6 7 所以總共會有7個 再加一個這個按鈕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是設計那個裡面的程式 那裡面的程式怎麼撰寫 特別注意喔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是寫了幾個點 第一個 亂數產生7個號碼 不過我這個亂數產生 就是 因為我的圖檔只有42個 所以我這邊乘上42而已 不是乘上47 好像是什麼 因為它有分大樂透跟樂透採什麼 那樂透採應該是42個號碼 我這邊用樂透採的 42個號碼 然後呢 一樣的邏輯 加1嘛 由1 所以這邊的話會產生1到42的亂數 那總共呢 我把它放到正列裡面 欸 你想說 老師那剛剛不是直接放在儲存格裡面嗎 那為什麼這裡要放在這個所謂的正列 其實主要原因是 其實主要原因是 因為 在野生用裡面很方便 它可以把 你產生的值 暫時放在儲存格裡面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在表單裡面 它沒有儲存格 表單裡面沒有儲存格 所以沒有地方可以讓你放東西 怎麼辦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 就像那個 那個VB端內置裡面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暫時存放東西的話 請記住 要有所謂的正列的概念 那所謂的正列概念就是 這邊我產生一個叫getP的一個正列 那後面瓜糊 我有個6 這個6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裡面可以放幾個東西呢 特別注意喔 它的觀念是這樣子 有點像一個變數 但是我把它隔間了 所謂的隔間就是說 裡面可以放從0 最大 這個裡面這個後面的值就是6 最大的 它的初始值是0 所以0到6 也就是說呢 這個正列裡面呢 可以放七個東西 七個數字 那我就分別把它放在getP裡面的0 放第一個 一直到6 總共會有七個號碼 所以這邊的話 會儲存在正列裡面 有七個東西 好 那我有七個數字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我要怎麼樣 把那個亂數裡面的圖檔 去從哪裡呢 從我的this work 有沒有 this work book 指的就是說 我現在的這個什麼 工作簿 點PASS 它會有個屬性 叫點PASS 意思就是說呢 在 同一個工作簿裡面的 同一個 路徑底下 記得喔 後面記得要 創建一個斜線 斜線指的是根目錄 如果沒有這個根目錄的話 會產生錯誤 去抓到什麼呢 抓到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產生的是1的話 它會去抓1.jpg 那你可以在根目錄底下看一下 裡面的話 有沒有1.jpg 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圖檔剛好就1 那它副檔名喔 其實就是.jpg 如果你從組合管理裡面呢 把資料夾 這個什麼 搜尋選項裡面 檢視裡面 把那個隱藏副檔名部分 打勾取消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副檔名就出來了 1.jpg 2.jpg 所以 亂數再加上.jpg and.jpg 就可以串接什麼呢 它的圖檔名稱 是在哪一個路徑 利用 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方法 叫low picture的方法 把這個圖檔 給載入進來 那如果載入進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把它啟動表單 再按開講 它就會把這些圖檔 通通載入進來了 那你按一下開講 它又重新再重置一次 所以呢 又會產生七個亂數 再把七個球放進來 我想這個地方的話 一個簡單的敘述 提供給各位參考 應該是額外的補充 那這個範例呢 最後的完成 也在這裡啦 所以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裡面應該我想應該已經做得蠻清楚的 另外我好像還有寄一個 寄在論壇 也是類似這個的文章 裡面有更詳細的說明 提供給各位 我是放在進階的喔 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那個 範例的大樂透開講 如果有興趣同學呢 可以自己再把它下載下來 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裡面呢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啦 我大概開 就大概 讓各位了解一下 就是說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Excel裡面 直接把值 放在儲存格裡面 一個是 錶單 不過錶單的困難度 稍微比較難一些些喔 你必須還是要把那個錶單做出來 但是將來你可能要做一個抽獎程式的話 恐怕用在那個錶單裡面 感覺會比較專業一點點啦 那至於你要怎麼去應用喔 我怕這個地方你可以 自己再先了解一下 大樂透 那這裡面可以變化的東西還蠻多的 甚至我在那個VP.NET裡面喔 還有甚至把這邊改成撲克牌 就是總共有1到13嘛 有四種排設嘛 那如果你要變換出什麼東西 其實都非常多啦 也是亂數嘛 那亂數一定是1到13嘛 不同的花色 你也可以再去抓那個排設出來 放上去而已 OK 所以這裡面甚至可以做出很多的遊戲啦 那也有VBA的遊戲版本 等等的 OK 那這個我想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到亂數的話 要產生亂數其實非常的簡單啦 非常簡單 你只要一個範圍 然後你用RND 那可能會遇到狀況就是 如果有重複 你不需要有重複的號碼的話 那頂多就是什麼 再比一下 如果有重複 就讓它回頭 再重比 這樣子的話一定不會有重複的號碼 OK 那再來就是那個表單啦 表單可能稍微 自己要動手做一下 因為這個難度 可能我們練習表單的機會 比較少一些些啦 如果趁這個機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順便把這個表單給稍微玩一下 那表單的部分喔 這個可以做出千變萬化啦 其實在VBA裡面 你要做一個非常漂亮 媲美那個Visual Studio裡面那種表單 絕對不是問題啦 可以做出很複雜的 你說要做出一個什麼樣 而且它的好處是簡單 你不需要安裝任何的Visual Studio 那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那在那個 我部落格裡面喔 是有教就是說 也是有 如果當然你如果對於那個Visual Studio 有興趣同學啦 那你可以再去看 我前面另外一篇文章 甚至我有把 如何去下載那個 Visual Studio網路安裝版本 因為它有一個是 Express版本 給那個一般使用者學習用的 那你也可以去下載 看這個下載連結喔 應該 應該還有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下載完之後再安裝喔 不過裝我記得 好像至少要裝半小時吧 這邊有個網路安裝版本 有興趣同學喔 可以把它開起來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 Microsoft的網站 然後就把這個 Visual Studio 幫你安裝起來 那你就會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 VB.NET的開發環境 但是它的訴求不同喔 VBA的話就是在 Excel裡面run 那VB.NET的話 開起來它就是一個 獨立的視窗 它是一個獨立的 OK 可以 那當然 需求不同啦 好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地方的話 一個大樂透開獎程式 好 OK 好 OK OK